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西藏,我是Coco 两性交往,男人再老实也不能在这三方面老实 女人会瞧不起你的 在异性交往中有一句经典的说法 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不是说要做一个好男人吗? 要嫁一个好男人吗? 为什么女人最终会爱上坏男人呢? 通过分析老实男人的一个特点 是乎明白了一些道理 因为这些老实人的特点并不能够真正的吸引女人 男人再老实也不能在这三方面老实 女人会看不起你的 第一点就是太听话,没有个性 老实巴交的男人不会来世 总是支持的对一个女人好 女人叫她往东,她就往东 叫她往西,她就往西 没有丝毫的脾气和个性 就会让女人觉得这个男人的性格是很窝囊的 没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一个阳刚之气 因而无法得到女人的一个真心了 只会得到女人送来一个好人卡 第二点就是不会红圆开心 老实男人的性格都是比较闷的 他们不怎么懂感情 也不知道怎么红圆开心 当女人生气的时候啊 男人就是尴尬的搓搓手 大气不敢喘下 生怕哪一句话再说错再惹了女人生气了 而真正会红女人的 会去买一束玫瑰花 然后态度诚恳的道歉 给她拥抱和安慰 第三点就是嘴笨不会甜言蜜语 女人的爱情器官是耳朵 这一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女人都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 女人耳听爱情 那些坏坏的男人啊 就是会说各种甜言蜜语的话呢 来讨女人的欢心 但是老实芭蕉的男人呢 就是嘴就是比较笨的 不会哄女人开心 气的女人呢 就是只能干瞪眼睛了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